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真的是美国逼迫的吗 我的观点是 不要上了日本的当 大家好 我是罗富强 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日本媒体在一方揭一维洗地 每日首老在4月16号 举行会谈之后 发布联合声明当中 提及台湾 这是每日53年来再次 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问题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遭到了中国的强烈谴责 近期 有日本媒体不断的爆料 透露了这份美日联合声明当中 许多幕后的细节 意思就是 日本方面本来不想在联合声明当中 提到台湾 但是在美方的威逼之下 不得不做出了妥协 根据日本的刊物透露 在监狱委访美前 负责协调此事的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印太事务协调官 坎贝尔向日方提出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要和美国保持一致才行 美国有与台湾关系法 希望日方比照美国 制定日本的与台湾关系法 日本外国省官员 得到这一个消息之后 就提醒监狱委 不要这么做 因为在此之前的 每日二加二会谈当中 联合声明已经提到了台湾 当时已经引发了 中国的强烈的愤怒 这次要是再答应美方的要求 恐怕引来中国的强烈报复 监狱委接受了外务省的这个建议 对美方表示很难为之 美方对监狱委的犹豫 立即给予了颜色 首先美方单方面宣布 推迟监狱委 防美一周 理由是拜登要优先处理疫情问题 其实当时美国的疫情 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然后美国的媒体马上就有关监狱委 不愿意破坏中日关系 为由进行了大范围的报道 这样就给监狱委施压 第三就是 有日本的前首相提醒监狱委 美国担心你是一个侵华派 这个等于是在警告监狱委了 所以我们知道 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力度很强 每个日本首相都要经过美方的面试 得不到美方首肯的 那位置是肯定坐不稳的 监狱委是因为安倍晋三身体出了问题 才临时登上首相宝座的 在自民党内部的地位并不稳固 所以这次 防美意义就非常重大 他要求要得到美国的认同 所以美国的态度对监狱委来说 那就必须要重视 于是乎监狱委在防美前就提到了 美日要联合在台海地区 形成一种威慑力量 来维护台海的和平 在美日联合声明当中 就同意了写上台湾问题 监狱委知道这样做会得罪中国 所以在回国之后呢 马上又在面对他的议员 咨询的时候呢 他就说 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从中 想一直来安抚中方 总的来说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被描述成什么呢 成了受到美国的胁迫 完全是被动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 我认为这是日本方面 所释放出来的一枚烟雾弹吧 为了就是迷惑麻痹中国 因为呢 这个转嫁矛盾 才是他的上策 所以我们不能上当 事实上呢 尤其中日之间 在历史上有纠葛 在现实中还存在 这个岛屿上的主权纠纷 加上 日本一直把台湾 看成是海上的一个大动漫 这个 也看成它的经济命脉 就是它的重要的通道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 日本比美国更不希望看到 中国统一 和中国的合并崛起 而且日本 做事情都是有深远的考虑的 当美国还没有把中国 当成主要竞争对手的时候 日本就暗暗的策划了 亚洲自由之湖 只不过 日本的外交风格是比较低调 许多事情是只做不说 在标面上 礼节上 做得很正道 但心里呢 都是坏主义 所以这次美日联合声明 罕见的提及台湾 即便是美国 确实有了 胁迫的成分战 但也只是 日本新的地 早就有想法 只不过 以前不敢公开的说出来 正是被美国一逼 写在了声明里 总之 我们对日本啊 不能抱以任何幻想 在这里 我要特别的说明一点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跟随美国 军事进入冲突 那么一定就会成为 解放军打击的目标 他们在参与的程度 有多深 那么他受到的打击 就会有多重 那些充当美国基地的 日本的国土 也将受到打击 所以风劝日本 一旦台海战略有事 你还是躲得远一点 这样你才能少挨揍 好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